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一個故事的分享叫做 優點蹦出來 什麼是優點蹦出來呢 我們請大家先來看一段影片 謝謝 你說你當鬼 我才不要 要講這個不算 班上有些人似乎沒有什麼朋友 原因是因為他們做一些我們無法理解的事情 或者是別人提醒過他們很多次 而都沒有改變回來 導致他們人緣越來越不好 我們相信他們並不願意 一直處於沒有朋友的狀況 我們覺得如果只是提醒他 而沒有改變 那麼是否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改變這個狀況 我們觀察班上能源不好的同學 我們想像了幾個解決方案 第一個是推薦他參加比賽 爭取好成績 還有我們自己下課找他玩 當他的朋友 第三個是找到他的優點 並鼓勵他 經過我們回班上事情方案的結果 我們決定採用第三個方案 找到他的優點 並鼓勵他 讓他可以表現得更好 我們不想要有針對特定同學的感覺 並且我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錯 只是不一定會被別人發現 透過把對方的優點說出來 一方面可以鼓勵同學 一方面也提醒我們多看別人的優點 我們製作了一個優點蹦蹦箱 然後跟老師借時間說明我們想要舉辦的活動 優點蹦出來 請同學用我們提供的小卡片 寫下班上某個同學的優點 卡片上一定要有對方的名字 但是不用留下自己的名字 一周後我們會在班上開箱 把優點卡發給同學 為了想要讓班上每個人在開箱日 都可以獲得至少一張優點卡 我們會利用到只有班上課的時間 把優點蹦蹦箱帶去 然後打開來確認是不是每個同學都有 如果沒有 那麼我們就會寫優點卡給那位同學 我覺得很開心很謝謝他 以後我會繼續加油 聽教的時候很開心有點驚奇 然後我以後會繼續努力 把我的優點展現出來 做了這個活動以後 人員不好的同學也會被鼓勵 而且他們有時候都會變成朋友 被鼓勵的同學有時候也會在人家 提下去還可以再班 我們發現班上最上歡迎的同學說他很開心 因為以前從沒有人這樣稱讚過他 我們覺得很驚訝 所以決定把這個活動再擴大分析 邀請班上同學和絕掌姐的班上一起加入 每天在放學前五分鐘 找班上的同學對著他鼓勵他當天很棒的表現 我要讚美的人是軒語 他非常信賴自己的朋友 也很珍惜朋友之間的友情 他讓我有一種可以把所有的心事告訴他的感覺 我不想要和他分開一直做他的麻吉 被自己的好朋友這樣稱讚自己 所以就心裡就有一種爽感 讓我們掌聲歡迎南國外的小朋友 哇 你剛剛在影片裡面看起來很高大 來看看一個這麼小小的身軀裡面藏著多大 那我們歐勿驚人的這個毅力跟勇氣這樣子 好 你們要不要快速的跟大家介紹一下你的名字 我們是 修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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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好 好 那個是蕭雲嗎 蕭雲同學 漂亮的樣子 蕭雲同學我請問你 那你是排在第一個感覺好像是全班的領隊的 當初為什麼會有提出這樣的想法 為什麼想要幫助搬上一些可能 人際關係比較不好的 或者你說人員比較比較不好的同學 因為那些班上的員比較不好的同學 為了請求關心和想要朋友 常常會做出一些引起別人注意的事 例如上課時做出奇怪的動作 發出奇怪的聲音擦碎等等 而這些事情會讓別人討厭他 接著他們又會開始做出這種讓別人不喜歡的事 為了要避免這種惡性循環 我們決定要幫助他們 喔 所以你們平常在教室裡面都一直在觀察 什麼班上有哪些同學 可能 人際關係比較不好的需要幫忙 你會直接這樣子看一看嗎 不會 因為那樣看會讓他們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所以你們都偷偷的看這樣子 偷偷的觀察嗎 有 我們是平常的時候可以觀察 然後我們會在下課的時候跟他們玩的時候可以觀察 好厲害喔 通過玩的方式去瞭解對方的需求這樣 那剛才我看影片裡面你們有提到 會鼓勵同學參加比賽 為什麼呢 哇 這是消敏 好 因為當他們將自己的專長發揮出來的時候 就會做得很好 然後還有可能會得獎 如果他得到了好成績 別人就會覺得他很厲害 還有可能會想跟他成為好朋友 如果做得不太理想 別人也會安慰他 當他受到別人的肯定的時候 人人自然就會變好 嗯 好 你很緊張嗎 我很緊張 好 那可是你們當初提出這個計畫的時候 全班是怎麼反應的 班長同學有什麼反應 因為那時候並沒有什麼比賽 而且 我們在參加比賽的時候 都會很緊張 在準備過程中 就是不要準備很久 就想跟你們一樣的感覺 因為這次我們不一定有事情 就很難 那可是整個過程當中 你們會覺得 你們提出的這個 這個方案是最好的嗎 他有沒有需要平靜的地方 我覺得我們的方法就是最好的 因為方法是用想的 強強力無限 還會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但是我們的方法是成功的 因為同學們都教他們很優秀 想像力無限 他們非常 他們非常的謙虛 通常這個時候如果我講的話 我就會說 我覺得這個想的方法是最好的 他們說可能不是最好的 但因為人的想像力無限 所以有可能在未來 會想到更好的解決方式 或者改善的方式 很棒 那有沒有遇到困難的地方呢 在進行這個活動時 我們遇到了許多困難 其中最大的困難是 許多同學都沒被寫到優點卡 所以我們會利用補修的時間到自由班 將優點卡整理 再將沒被寫到優點卡的同學補寫再發給大家 好貼心的舉動喔 那比如說有沒有一些 你們覺得成功的案例 比如說有些同學啊 過過這個活動啊 然後發現了他們自己的優點 請先討 我們有 就是因為有些同學就是沒有被鼓勵到 然後呢 我們就因為有寫卡片 他發現 他有同學稱讚他們的優點 他們就會很開心啊 喔 可是啊 就像我剛才講的 你要去 找到人家的優點 除了觀察之外 還有什麼其他的小朋友 我可以教給大家的 好 我有三個發現 別人的優點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呢 在那個 日常生活中 他有上課的時候呢 和他玩 互動 然後第二個就是 在平常的時候 上課觀察他 然後第三個就是 如果 剛剛那兩個都無法發現的話 就去詢問他自己的朋友 或者是他的師長 三個方法 其實這三個方法呢 對全部的人來講都非常的適用 因為 我們能在同學之間啊 在 工作的場合裡面 很多人際關係的相處 都好像可以用到這三個方法 那這個計畫到現在還在進行嗎 現在沒有進行 為什麼 因為大家變得比較好 而且 現在都不會 但是發現 就別的時候 都直接跟他一樣 都不會再透過 那種活動 跟他一樣 原來他們的這個方式呢 就是一個像 踏板一樣的一個嘗試 然後現在就不需要這樣的方式 欸 那我問問你們這幾位小朋友 既然你們進行這個計畫 進行這麼長的時間 然後也透過跟他們說 在這種方式 觀察人家優點 我們也相處了大概幾分鐘的時間 來 講一下你們 透過剛才幾分鐘 跟我相處的時間 觀察到我什麼優點 這麼多優點嗎 來來來 一個一個慢慢講 你很會講話啊 我很會講話嗎 她說你才能在當主持人 喔 很幽默很逗趣 很幽默很逗趣 這是我的缺點啊 還有媽媽做多好 那個 你很開朗 我很開朗 謝謝 你會講出你自己心裡真正的想法 嗯 我會講出我自己心裡真正的想法 有沒有看到 透過這短短的幾分鐘 他們看到我自己 這麼多看得到的優點 這樣子 好 非常謝謝南波 柏曉得的幾位小朋友 但是我會講出我自己 下來了 各位 好像還有優點要講什麼 不是 選到邀請大家回去的時候 可以到自己的 班上還有家裡或是公司 來做備練活動 很棒 然後跟上個小小的種子 一下 把這個想法呢 撥進你們的腦海裡邊 然後我們大家可以總共的時間 然後朝你這個方向努力 好 再次謝謝南波 我的小朋友 謝謝 謝謝